美最高降临警告 中共试图改变全球规则 前景惨淡 外资大批撤离中国 小心这几家企业上了中共新的黑名单 郭飞雄被失踪 各方呼吁让他见妻子最后一面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8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万维读报 我是Cherry 现在美国对国际关系表态 呈现出了一种比较罕见的情况 就是军方对外发言比较频繁 12月7日周二 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表示 中共在试图修改全球规则 并取消后二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框架 这是一个月来的第二次就国际军事问题表态 上一次是在一个阿斯本安全论坛 就台湾问题配合布林肯国务卿发表谈话 明确指出中共侵犯台湾 如果被要求 美国军队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免受中共的攻击 米利出席华尔街日报举办的CEO理事会峰会时说 中共在海军高超音速导弹网络和其他技术方面的投资 是为了与俄罗斯和美国一样成为世界领先国家 这种崛起将结束战后俄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时代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地缘战略世界 米利说 我们正进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界 它更加复杂 也可能更加不稳定 米利说 美国目前在军事上领先中国 但关键是在未来 美国必须进行现代化发展 以保持领先地位 除了中国议题 米利在论坛上还谈及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 集结军队行为的关注 他说 这些行动无论从规模和范围上看 都不同于俄罗斯4月在俄乌边境附近的军队部署调整 在我看来 就此事进行外交斡旋 缓和局势的空间很大 他说 拜登和普京周二进行视频通话 谈及最近几周俄乌边境附近不寻常的大规模军事集结 米利称 他六日周一与北约官员就俄罗斯的军事集结进行了交谈 北约内部团结一致 立场坚定 万维时平人北明认为 在民主国家 军方一般在对外关系上表达非常谨慎 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出面表态 这与新冷战局面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目前 美国面临中俄两大军事强国的挑战 米利相军的讲话警告意味十足 这也从侧面可以看出 美国政府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判断 12月7日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 日前关闭了四家中国门店 这四家门店分别是深圳洪湖店 无锡泰湖店 重庆北城天街店 太原三强路分店 另外其位于上海核心商圈的旗舰店也将停业 据统计沃尔玛四年内已在中国大陆关闭了80家门店 有学者认为中共的政治环境是促使外商撤离的原因之一 据陆媒报道 自1996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美国跨国零售商沃尔玛一度是中国零售企业学习的榜样 在中国市场 它曾有过每年新增40多家门店的扩张记录 但是自2014年起沃尔玛中国区的营收增速就再也没有超过两位数 沃尔玛中国2019财年和2020财年的净销售额均为下滑状态 2021年财年的前9个月 沃尔玛中国87.35亿美元的销售额仅占沃尔玛国际整体销售额的2.16% 在2022财年第一季度财报中 沃尔玛国际销售额跌幅较大 也不再透露沃尔玛中国的运营数据 除了沃尔玛 加勒福 欧尚集团等多家跨国零售商在中国也经营惨淡 今年以来 关于加勒福关门结业的消息越来越多 据界面新闻5日报道说 近今年前两个月 加勒福就已关闭了14家门店 加勒福是最早进入大陆的法国大型零售集团 于1995年在中国大陆开设的第一家购物广场 到2010年门店数量已达到249家 2019年加勒福中国被苏宁以48亿元的价格收购 不过在苏宁接手之后 加勒福中国的经营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变 法国第二大零售商欧尚集团于1997年进入中国市场 2020年10月 欧尚将中国大陆业务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阿里巴巴集团 今年6月 欧尚超市彻底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大陆区欧尚所有门店陆续改名为大润发 2019年日本大型百货连锁公司高岛屋 关闭了在上海的旗舰店 并停止了在中国的业务 高岛屋计划在东南亚扩展业务 加州大学洛杉基分校UCLA安德森管理学院经济学者于伟雄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了促使外商撤离的多个原因 他表示 加勒福等国际零售商对未来继续经营的前景更为担忧 第一 中国这几年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严 第二 中共政府对中国企业在政策等各方面都有扶持 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国际企业在中国市场要发展 面临很大的挑战和竞争 第三 中国经济过去高成长的时代已经不再复返 受到中国债务高涨 房地产泡沫化的影响 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冲击 未来经济增长会越来越减缓 作为跨国公司会觉得 中国国内市场及经济成长的幅度 可能不如他们的预期 宇伟雄说 自从去年初 武汉市爆发大规模疫情后 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 据中共统计局数据 由于实行严厉的封锁政策 2020年1至2月份 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下降20.5% 高盛集团和野村控股公司 8月份下调了对中国的增长预期 中共正在加强对高科技企业的控制 以防影响到其政权安全 12月8日周三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企业黑名单 将使新创公司更难筹集外国资金 并在海外上市 黑名单最快可能在本月公布 企业黑名单将包括新创等敏感行业 例如涉及使用数据的行业 或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问题的行业 当局将封杀企业使用所谓的可便利益实体结构 VI-E VI-E是由公司通过多数投票权以外方式控制的法律结构 许多中国公司利用它来规避国内对外国公司的投资的限制 并在国际上筹集资金 具有VI-E结构的著名公司包括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 伊美指出 黑名单可能不会影响现有的VI-E结构的公司 金融时报称 监管部门对中国的科技行业进行数月的打压 当局旨在控制大公司之间的垄断行为 并规范数据和计算法的使用 中共当局除对阿里巴巴和外卖巨头美团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处以罚款 乘车公司滴滴上周也宣布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12月6日周一 一群华人在洛杉矶中领馆外高举舅舅张青释放郭飞雄 与要人道要人权等标语 呼吁中共当局准许郭飞雄赴美照顾 挨没病危的妻子张青 他们一家四口已15年未相聚 同时中国律师王宇 美国学者胡平等数十位海内外华人近日发起联署公开信 呼吁中共政府允许郭飞雄赴美照看 罹患癌症病情恶化的妻子张青 公开信写道 我们是一群长期关心中国人权和法治进步的人士 我们对中国公民杨茂东和张青夫妇 目前面临的困境十分担忧 目前住在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 郭飞雄先生的妻子张青女士 于今年1月被发现患有晚期肠癌 急需郭飞雄赴美陪伴照看 当然公安部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 始终阻止郭飞雄赴美 目前张青的病情日益恶化 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据我们所知 郭飞雄曾为赴美陪护病妻 多次向中共政府部门恳切呼吁 也与各级公安部门持续沟通 然而却一直无法成行 日前获悉郭飞雄被警察带走 下落不明 我们认为郭飞雄作为公民 他的人身自由以及自由旅行的权利 应受中国相关法律的保障 其妻子身患重病命悬一线 中共政府的某些部门和官员 在此事上的处理方法 不仅有为中国法律 而且也违背基本的人道精神 鉴于此 我们呼吁中共政府领导人 尊重法律和基本人道 立即释放郭飞雄 并允许郭飞雄尽快出国照顾妻子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在世界民主峰会召开前夕 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政府 立即释放维权人士郭飞雄 并允许他离开中国 到美国照顾他重病的太太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 7日晚间回复自由亚洲电台查询时表示 美国对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遭拘留 深表关切 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 并允许他离开中国 照顾他在美病重的妻子 发言人指出美国将民主价值观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 捍卫民主人权和人类尊严 发言人重申 美国会继续与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权捍卫者 包括郭飞雄站在一起 他们试着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 不该担心受到惩罚或暴力对待 12月9日到10日 美国将召集110个国家举行世界民主峰会 台湾与香港代表接受邀参加 而中共被排除在外 王军涛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变化 此次美国政府可能会推出制裁手段 以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中共 世界其余的民主国家也会跟进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